哇 還轉一圈有沒有 你看他的眼神好可愛 好 Pubbie這一段要錄起來喔 長大的時候可以放來看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請Pubbie下去休息一下 超級可愛 表現超大氣的 好了可以囉 而且他剛剛在拍照的過程當中 他會一直很認真看著鏡頭 但是眉頭 眉頭深鎖的感覺 對 他好乖乖喔 他真的超乖的齁 很大氣的一個小男生 而且他七公斤這樣抱起來 就覺得好輕盈喔 對 本來想把他一個人大車輪轉一圈 對 因為我通常要抱 我一隻時候都這樣 咿 要先使力才可以把小朋友抱起來 對 所以當了媽媽之後啊 更會重視到自己的健康 對不對 因為小時候總是聽大人說 你要好好的 譬如說要補充鈣質啊 要做運動啊 要曬太陽 我都覺得還好吧 可是有了自己的寶寶之後 就覺得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才是對愛的人最負責任的表現 對不對 對阿 因為真的你也會覺得 自己的體力 確實我覺得 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才七個月大 他雖然活動力還沒有 非常的強 但是我們有時候陪他玩 真的有 像我真的會跟他講話 講到燒蝦 真的 對喉嚨也會啞 然後有時候會發現 怎麼他好像很有活力 我覺得父母要跟得上小朋友 然後才可以跟他一起成長 我覺得那個是最幸福的事情 然後我也發現說 我們也要照顧自己身邊 像我自己的媽媽 或者說我的外婆 我也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身體 弄強壯的話 才是真的對愛的人負責 是 這樣他們才不會擔心 然後你也才可以給他們 更優質的生活 沒錯沒錯 而且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小朋友為什麼還不睡午覺 每次該睡覺的時候 因為媽媽有點累了 對有時候會跟他講到 覺得 昨天他明明講這個笑話 他就很開心 今天怎麼同樣的動作 他都不會笑 對 媽媽你不是很知名的主持人嗎 怎麼每天玩同一招 要想新的哏 對 新的哏小朋友才會開心 對 好話又說回來 除了要照顧好自己之外 我們剛剛這個 趙醫師也說了 就是很多的朋友們 大家要特別注意 35歲以後的女生 蓋子要補充好 骨質真的流失速度會加快 尤其是更年起以後的婦女也是 所以是不是 我被曾擔任 鼎立的代言人 很多年了 你已經算是小專家了 對不對 不管是照顧自己 照顧身邊的親皇好友 還有就是好姐妹們 有沒有一些這個 預防蓋子 延緩蓋子流失的小配方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最方便的就是 補蓋吃蓋片 那很多人當然我們可以 從飲食上面攝取 但是你真的要從飲食上面 攝取到每天的 必須攝取量其實是不夠的 那當然要多多曬太陽 我們大家都知道 然後要有運動 但是有的時候沒有辦法的話 我覺得 要記得很簡單的就是 補蓋吃蓋片 這個是我每天保有很良好的習慣 其實我以前不是很聽話 但是我自從懷孕開始 我就真的每一天都要提醒我自己說 這是你最基本一定要做到的事 其實就把體力放在出門口 放鑰匙跟拿鑰匙的地方 就輕緩就絕對不會忘了 對 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 天天吃體力 因為除了是有 讓大家延緩蓋子流失之外 我們還加強這個D3的吸收 維生肌的D3 那剛剛佩晨有特別強調喔 不能夠說女生怕曬太陽 然後不喜歡做運動 說我這樣子比較白吸 其實也是讓這個健康有很大的危機 對不對 做運動 讓我來打看看 看我的天啊 暫停 好